大家好,我是Heidi 自從上次關於地勤的影片出了 大家反應都很好 不斷叫我快點拍第二集 所以我今天就趕快拍了 上次的影片我忘了說地勤會做什麼工作 所以我已經上載了一條影片 在我的Facebook page Page名字都是Dottie Heidi 所以今天就不會詳細多說地勤的工作範圍 很多人都會問面試的時候的事情 其實我對上一次地勤已經是2012年的事 所以形式上有機會是有不同的 說回我以前 以前第一輪應該是群組面試 就是一大堆人 他可能會給你一個情景或問題 那你就自己討論 在那個階段我自己覺得 最重要是看你對答 記住要消息 然後是團隊的精神 你會不會搶完所有事情去說 或者完全不說話 因為地勤也是一個很需要團隊合作的工作 然後你群組面試完之後 或者是同一天 或者是第二天 就可能會再叫你去進行 就會是自己一個去對一堆的面試人 我想頂路都是兩三個左右 其實都是問一些很經典的建工問題 例如是為什麼你想做地勤 為什麼你覺得自己適合做地勤 你有什麼長處短處 為什麼你會選我們的公司 你對地勤的了解有多少 大約都是這一類型的問題 其實每一份工作去建工 你都要做一點點功課 例如你進行國泰 你要知道國泰是有什麼韓線 大約一天有多少班機去台拔 之後你要對機場有些微的認識 你不要什麼都不知道 就直接跟他說 我真的很想做地勤的 我真的很喜歡這份工作 但是你什麼都不知道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你脆水 然後他們會給你一些情景提供 其實他們都是測試你一些即時的反應 不是有什麼正確的答案 但是地勤有一件事是挺重要的 我覺得無論他回答你什麼 你都盡量找一個點 就跟他說 我會問回我的主持人或主持人的意見 因為你進入的時候 你是最小的 你是不要做太多的決定 有什麼事你都是尋求上司的意見 是最好的 我看到上次也有很多人留言 做空姐更好 為什麼要做地勤呢 很多人都很嚮往做空姐 但是其實你問我 不算高度 我原本都沒有興趣做空姐 上飛機當然是睡覺看電視和吃東西 我不喜歡在飛機上工作 而且你以為好像衝上雲宵 你飛到過去很多時間去玩 現在空姐的時間去到當地 通常都是面休息的 你可能中間只有二十幾個小時 或者四十個小時 你要繼續睡覺 你要之後做事 而且你剛剛做了很多工作 下飛機 是很累的 你只是死出去玩 所以不要把空姐太理想化 而且不是每個地方都可以留 很多時候的短途 就算是日本 台灣 泰國 這些大家經常都很喜歡去的地方 其實是即日來回機 就算你是留 有時候都是最晚那班機留 然後早那班機離開 所以中間的時間 其實是睡覺 做不到很多你想像中去做的事情 所以空姐這份工作 我不是說它不好 當然它是可以帶你去很多外國的地方 見識是多了 但是也不要把它太美化 其實有什麼人是適合做地勤的呢 首先就是一些 我覺得年輕是很重要的元素 因為當你老了 就不可以這麼早起床 或者這麼晚睡 精神上真的差很遠 我以前回地勤 凌晨起床上班是絕對沒問題的 但是現在早一點起床 我已經很辛苦了 因為其實地勤上班的時間都很長 特別是你OT 我試過最長的應該一天是回了18小時 那時候的體力還可以應付到這麼長的工作時間 我現在已經不行了 但是是不是只是年輕人才可以做呢 我可以回答你不是的 但是入行就最好真的從年輕人開始進行 因為要學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很多系統上的東西 電腦上的東西 然後不同的機器 所以其實你要學習能力快 才可以勝任到地勤的工作 第四就是 盡量你的另一半也不要回到九萬五 我不是說完全不行 那想當初有些人問我 為什麼我會不再做地勤 都做了這麼多年 就是因為我男朋友回到九萬五 辦公室時間 他不太喜歡我放假的時候 星期六日 或者放了工的時候 我都還在上班 所以最後我就轉了 在航空公司的辦公室上班 就可以遷就我男朋友的時間 那我覺得自己這個決定很偉大的 我看到也有些人留言 就說原來地勤這麼辛苦 才這麼低人工 或者是OT那麼多 才得過這麼多人工 很慘啊 這樣 是啊 我們真的很慘 所以不要再罵地勤 不要再整天問候我們的家人 雖然我們這份工作 是服務性行業 是包給你罵的 但我們人工真的很低 有人問會不會加工 其實我以前國泰那間公司 那時候我加多少人工呢 全香港都知道了 因為報紙是會賣我們 加人工是幾個百分比 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同事間 會開玩笑 就是說 你加了一些人工 我每天想喝一杯奶茶 加冰要凍飲都不夠錢 好像一個月加幾百元而已 但是我自己覺得 人工高低 就不可以衡量一份工 是不是好不好做 其實最重要是自己做得開心 有些人也會問 關於升職的 其實就好看自己的志向 我自己那時候 就不想升職的 因為呢 你做最低的層 大約你當有1000個員工 這樣 那你調班就會有1000個人 跟你調班 但是你升職 可能就只有100個 或者200個人 那你想一下你調班 就是很難的 還有呢 其實升職的話 人工加得不太多 就是升幅 那純粹是看你自己 對份工有沒有什麼成就感 覺得自己一定要升職 才有些成功 但是你說升職的話 其實連資 你的工作能力 還有你的人事 都是決定你升不升職的元素 其實有時候 那些人可能不是做了很多年 但是可能他經常去幫人 很主動做很多事情 然後不怕吃虧 都做 那其他人可能看得出他的工作能力 他就算不是做了很久 也有機會升職 然後有很多問題 我就篩選一些來回答 例如有人問關於 Overbooking這個問題 其實在這麼多間航空公司 都存在了 即是機器本身是有400個位 可能航空公司會賣420張機票 那20人就會叫Overbooking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呢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人訂了一張票 是會有籃籃種種的原因 沒有來到的 所以 為免了原本400個機位 坐不完 所以航空公司就會賣多些票 那這件事其實我也覺得 不要想它對於錯了 因為是實實在在發生的 身為Dacon可以給大家一個提示 Online check-in 就是很重要 你記住 一定要上網做一個滑位 有時候你會跟我說 我上網見的時候 已經沒有位一起坐 怎麼選得下 你想想 兩天前的情況已經這麼嚴峻 你不要想兩天後 我們可以神奇奇蹟地 給你一個很漂亮的位置 那你上網選的時候 那些位置可能很差 那你早點去到機場 其實Dacon 就算當下沒有位置 可以選擇給你一起坐 其實我們也可以 寫個訊息給後面 飛行控制的人 看看之後 可以收拾位置 不保證 但我們其實盡量會幫你們做 不要覺得我們整天不想做 其實我們是有做 只不過是給到和給不到的關係 也有人問我 那究竟飛機經濟艙坐什麼位置 你問我自己的選擇 以前小時候我就很喜歡坐窗口位 有時候我現在方便拍片 拍攝片 我都會選擇窗口位 但是你問我自己本人 我是喜歡坐路口位多些 然後坐飛機前中後排 就會看看自己下機那一刻 如果我是很趕時間 例如一些很出名的 要排很久的對移民 的話 我就喜歡坐前面的路口位 但是通常 頭的一行 是會讓嬰兒坐的 所以 如果你是不喜歡 有小朋友 嬰兒的聲音 哭聲 媽媽媽媽媽媽媽 那些 我都不會去坐前面 我自己就喜歡坐中後 但是有些地方 很多旅行團 特別是你飛早機 或者是你晚機回香港 基本上很多都是跟旅行團 撞同一隻飛機的話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一大堆人 幾十個人坐飛機後面 那些人 我就覺得他們比較吵 我都會避開他們 就會喜歡坐飛機中間的路口位 好啦 那最近我就看到 上網有一幅圖 就是有一個人 用腳踢起的行李 好像很厲害 那這行李超重 那地勤 都不會發現 又不會收你錢的 這件事我自己是 挺不喜歡的 第一 你覺得地勤是不是真的 那麼容易壓 這件事不是最近才發生 有很多年前 很多不同國籍的人 都會做這件事的 所以不要想著 你這樣踢起的行李 就可以騙到你面前的地勤 除非它是一個很新的地勤 像我那些老年的姐姐 基本上我是在後面反你白眼 然後覺得你冷醒 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飛機 是會根據 它的乘載重量 去決定 入多少油 這是其中一個 入油的元素 你想想 當你一個人 騙了我兩公斤 然後飛機有四百個人 我當有一半的人都騙我公斤 好嗎 二百個人 每人騙兩公斤 即是騙了我四百公斤 那裡有多少磅 如果飛機超載 會發生什麼事呢 它在上面 如果太重 有什麼事起來 你承不承擔得起自己的命 其實你買得起這麼多東西回來香港 你就要承擔這個責任 做人有少少責任 給回少少少超重錢 上次就和大家說了一些 機場小翠士關於名人 今天就說一些非名人的小翠士 我自己也覺得挺有趣的 我不知道大家容不容易 扭下東西 其實很多林林種種 你想得到想不到的東西 我們都在飛機上收拾過 很簡單 你整個袋放在飛機 銀包電話全部齊了 不知為何只是沽身一人下機 是有的 當然也有很多很普通的東西 例如這頂帽子 我的外套 我的外套 毛毽 頸枕 這些東西 也是很常見的 但是 有一件事 是我到現在都覺得很神奇 是會有人漏了自己的寶寶 在飛機那裡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這樣發生 但是真真確確 每年都會發生 自己離開後 才發現 忘記了自己的寶寶 然後就走回頭 說 不好意思啊 地勤姐姐 我漏了一個小朋友在飛機上面 然後可以回去嗎 大家做了媽媽的人 可以解答一下我嗎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可能性 漏了自己的寶寶 我從來都沒有試過漏Chopper 在某一個地方 第二 我想說一個國籍的人 從來都很容易有神跡的出現 我想說的是 就是印度神跡 很多印度人 都會在加拿大 美國這些國家 移民了過去 他們會每年 總之經常都會回到印度鄉下 印度人 他們大約到四五十歲開始 可能女人身形比較大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要求要輪椅服務 但是有時候你知道飛機 薄飛機 只要你離那隻機遲了一點 就可能要變得很緊的連結了 如果你要等輪椅的話 很多時候都應該趕不及去下一隻機 你就會跟他們說 我們現在在等輪椅 但是輪椅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才來到 可能下一班機就趕不來 只要你說這些事實給他聽 神跡就會出現 所有原本需要輪椅的人 嚇得比你快 我告訴你 所以 我不可以很肯定 他們是不是濫用輪椅的服務 但是這件事 我想大部份的地勤 都會曾經接觸 這個印度神跡 好啦 我今天也說了一些 關於地勤的小事情 還有一些有趣的事 希望你們喜歡 有很多朋友都想我 分享一些麻煩客人的事 所以 如果之後拍一條關於地勤的影片 就可能會 在一些麻煩客人事職那裡 當然 如果你有一些關於地勤的問題 想繼續問的話 也可以留言 我會再下載 看看我怎樣去認識 和大家解答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